輪胎海門口拉扯成一團 黑衣男子被團團包圍 坐倒路中央 但仔細看 這十字路口車流量大 周遭汽機車經過 全都靠邊閃避 就怕捲入糾紛 無辜被波及 只是菜一大早 怎麼就會有一群人 在這裡大打出手 他問他朋友 有沒有帶到 他朋友說沒有 他就衝到他的後車廂 打開要拿 要把他掀起來拿 什麼東西我不曉得 兒子的朋友 來關心的時候 來問他說 人家在開震盪店 你來砸人家什麼店 一言不合 他一狡辯他怎樣怎樣 後來就打起來這樣子而已 輪胎行業者說 18號上午11點 穿黑色背心的男子 開車來這裡保養 與另外一名顧客 前後沒差幾分鐘 老闆評估之後 把黑衣男的車先移到裡面 熱來48歲 彭信顧客不滿 怎麼先來的卻要排隊 業者解釋 另外一輛只要五分鐘 彭信男子的車要一小時 他頻頻道歉 但是顧客聽完不買單 嗆聲要落人 老闆的兒子看到爸爸一直被罵 協助溝通 也無效一氣之下動手攻擊 因為我兒子是一直給他嗆聲的時候 看到我一直被嗆 我也是一直跟他道歉 從頭到尾一直道歉 道歉他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接受 兒子是捨不得說 我一直被 被人家嗆聲 被人家欺負 他才叫他的朋友來 做生意都想和氣生財 沒想到是和顧客起了爭執 雙方如今互告 生意沒有做成 日後還得法庭相見 TV網站 小明杰 下部長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